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斯蒂法如何表明他传讲耶稣并没有亵渎上帝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国圣经》将修集使徒形状的第七章 44到60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阅读44到53节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贵的藏目 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 这藏目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 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 他们同约书亚把藏目搬进承受为业之地 只存到大卫的日子 大卫在神面前门恩 起其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 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余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能手所造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余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你们这硬着静下 新语而未受割离的人 常识看去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 你们也把欲宪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的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华 尽不遵守 那么现在我们是到了 斯庭坊在优太公会面前 布道的最后的部分 那么公会是指控斯庭坊说 发表了一些反对圣殿和摩西律华的言论 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指控 因为犹太人不仅不明白 耶稣关于摧毁圣殿 也就是他身体的圣殿和履行摩西律华 从而引入新约的行义 而且他们也不明白 他们自己关于圣殿和摩西律华的经文 那么斯庭坊就从亚伯的行案开始 他在开始有圣殿之前 和摩西律华之前 就已经接受了上帝所有的允许 包括立约的记号 也就是割离 摩西在希腊上 向他们颁布了摩西律华 但希伯来始终不遵守该律华 却追随偶像导致后面的贝罗 但神将他们从囚禁中带出来 是为了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最终应许 也就是通过他的后裔耶稣 全世界都会受到祝福 但是这种叛递的精神 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 并延续到了今天 斯底坊讲到的最终要点是 他并没有因为传讲耶稣而亵渎神明 而是他们因为拒绝了耶稣 而亵渎神明 第44节转向圣殿本身的建造 斯底王说到 在摩西的统治之下 他们是没有圣殿的 他们有一个会幕 是摩西按照在希腊上 所看到的样式建造的 西伯来人没有在这座圣殿 也能够正确地敬拜上帝 他们没有这座圣殿 也可以赶出了加拿能 直到摩西之后 大约400年的大卫和索罗门时代 第一座的圣殿才建成的 然而即使这座圣殿建成了 神仍然没有住在这个地球上 那么斯底坊就引愿了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66章1到2节 他是这么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耶和华说 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我所看顾的 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化而战惊的能 犹太人以他们的圣殿为农 但这甚至都不是索罗门的圣殿 因为那座圣殿在大约600年前就被 礼布贾里给毁坏了 虽然说他们以这座圣殿为农 但神其实并不住在那里 根据摩西的律华 那是献祭的地方 但上帝不是住在那里的 那么你又怎么能够通过 反对一个建筑屋来亵渎上帝呢 当耶稣说他要摧毁这座圣殿时 犹太人误解了他 但即使如此 你也不能够说通过 毁掉圣殿来亵渎上帝 因为上帝并不住在那里 事实上那一座在斯提凡时代 处立的圣殿 后来在公元70年 被罗马人摧毁了 那么至今他还没有被重建的 但是神并没有失去他的住所 神能哪可以被敬拜 就像圣殿建成之前一样的 那么回到摩西的律华上 这个是犹太人所夸耀的另外一件事情 斯提凡并不是在反对他 他而是引愿了他 正确的应愿了他 并告诉犹太人 他谈到了一个弥赛亚 就是耶稣 正是公会在反对着他 不专循他的教导 并杀死了他所谈到的那一个人 就是耶稣 摩西和其他旧约先知 都谈到了另外一位先知 那么这位先知就是耶稣 因此听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听圣灵启示的耶稣 然而犹太人拒绝了耶稣 因此也就拒绝了摩西和先知 并且抵制了圣灵 斯提凡宣讲耶稣 并不是亵渎神明 是犹太人拒绝他 才是亵渎的神明 斯提凡称他们这样子做 是印着镜像 心语而未受割离之能 那么这个对犹太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前者 因为说他们未受割离 就是说他们不是上帝之家的成员 也不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部分 事实上他们真的不是 因为耶稣开创了一个 需要遵守的新约 一个需要属灵割离的圣约 需要从属灵上除去罪 才能获得真正的祝福 不听从耶稣的犹太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是杀害前来要带走 他们罪的正义之能的宣守 好,下面我们继续阅读 第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 众人听见这话 就极勤劳碌 向斯蒂芳摇哑切齿 斯蒂芳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 我看见天开的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 吾着耳朵 其心用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 把衣衫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斯蒂芳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碎了 扫罗也许因为他被害 那么现在 第五十四节就说到了 他们极其愤怒 那么在使徒行传的 第三章二十七节 当人们听到彼得 关于耶稣的信息时 那里的群众都被刺突了心 那么我们说 这意味着他们是相信的 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 自己的罪和对救主的需要 在这里尽管在英语当中是用了类似的短语 但它是从不同的希腊语翻译而来的 那么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 和第七章的人们对本质上相同的信息 有了如此不同的反应呢 那么这就与听众类型的状况是有关的 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的 人们愿意学习神的话语并改变 而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人们 则拒绝学习神的话语去改变的 有时我们说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 人心暖化 而第七章的 人心刚硬 神的同一个话语 可以做这两件事 那么在今天也是同样的 我们可以向两组不同的人宣讲 完全相同的信息 有些人会选择积极的回应 有些人则会消极回应 那么我们看到在之后 斯提法是被圣灵充满 见证了上帝和站在上帝右边的人子耶稣的荣耀 这显然是一个奇迹 所有的基督徒有一天都会看到这个奇迹的 那就是复活了 但人们再一次拒绝了斯提法对耶稣的信仰 他们将斯提法赶出城 并用石头打死了他 那么这里提到的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 在使徒行传当中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这个人是一有所知的 但是要记住他的名字 因为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会了解到更多 那么在去世之前 斯提法做了两件事 首先 他祈求耶稣接受他的灵魂 知道他的救恩在主里面是可靠的 当我们死后 我们的灵魂将回到给予他的上帝 等待复活的审判 斯提法还做了另外一件事 他求主不要以这个罪来控告他们 我们注意到 那么犹太人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犯罪 他们没有按照摩西的律华要求除死亵渎者 他们正在谋杀一个无辜的人 那么第二件事 就是神并没有仅仅因为斯提法的请求而会自动赦免人们的罪 神的宽恕是伴随着一个人凭着信心悔改自己的罪而受洗 如果他们还不是基督徒的话 或者说如果他们是基督徒 则要悔改他们的罪 并在祷告中向神认罪 那么 斯提法为什么求神不要把这个罪加在他们身上呢 斯提法所做的 是自己原谅的这些人 我们记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和第十四节所教导的 那么在十二节说到 免我们的在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在 第十四节说到 你们老受人的过放 你们的天父也必老受你们的过放 你们不老受人的过放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老受你们的过放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经常听到基督徒说到 他们不能够老受某一个人 除非那个人悔改并且寻求老受 寻求罪人的悔改当然是好的 因为这悔改对于确保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必要的 这是斯提法在这里关于个人宽恕的例子吗 这是路教福音第23章34节当中 耶稣在十字节上的例子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 被宽恕的人他是不悔改的 所以我们学习到的是 即使有人不愿意悔改 我们也应该必须宽恕 我们的宽恕并不能使他人 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提高或者恶化 神有他的条件 我们必须满足这些条件 才能够得到他的宽恕 但是神命令我们要永远用意去宽恕 即使是那些不悔改的人 但是路教福音第17章第三节 似乎是将悔改作为宽恕的条件呢 其实这些经文只是说 宽恕不是自动的 我们要寻求悔改 如果这个人悔改了我们就原谅他 换句话说我们并不记仇 但是这段经文并没有谈论 如果一个人不悔改我们会做什么 因为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主题 主题是要悔改 我们必须采取全部的经文去看待这个问题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当中说到 劳恕能你就会得到上帝的劳恕 不原谅你也不会被原谅的 我们对人只能走到这一步 如果他们不肯悔改 那么我们就把最终的审判留给上帝 上帝会为一人申冤的 但是师弟方 他给了我们个人临终之前宽恕的宗经例子 就是宽恕那些不值得宽恕的能 好 今天我们的学余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